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20日 周二凌晨 欧国杯外围赛继续上演 其中来自B组的法国将主场面对希腊 法国的人员配置在欧洲范围内属一属二 而且前三仗欧国杯外围赛路的全圣战机位列小组第一 面对颇具威胁的追兵希腊 法国是要在下一城拉开差距 这一批法国球员早在2018年加冕成为世界冠军 其实力可谓路人皆知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一代法国球员仍未拿过欧国杯冠军 尤为可惜的是 2016欧国杯决赛不敌葡萄牙最终只能屈居亚军 2024欧国杯在即 以激励安麦巴比为首的一众将士必然充满对荣耀的渴望 值得一提的是 法国已经连续八次参加欧国杯 换言之欧国杯外围赛对他们而言是小菜一碟 目前 法国外围赛以三战全胜的澳人成绩独占B组凹头 其间五人打开入球账户 其中还包括达约乌伯梅卡努和兵杰文伯华特 可见人才积极的法国全民皆兵 当然进攻端最强的尖刀还是要数激励安麦巴比 此子在京界外围赛已经攻入三球 京杖势必令对手后防线文风丧胆 鉴于希腊目前外围赛两战全胜紧随法国 两队的直接交锋将相当关键 此番不妨看好实力更强的法国敲响胜鼓 另一边乡 希腊阔别欧国杯赛场已久 过去两届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可见球队逐渐平庸化 在目前的国际足连世界排名上 希腊位居第52位 2014年之后在吴进入过前40位 在他们阵中 接近半数球员在本土联赛效力 效力四大联赛的球员更是少数 本期名单中只有哥斯、达斯森、梅卡斯 甘坦天路斯、马夫、洛伯路斯 以及迪米特斯林、里奥斯 进攻方面 希腊主要依靠巴卡席达斯和马苏拉斯 两人在经界外围赛中分别有二球进账 上仗击败爱尔兰镇正式依靠两人上下半场各建一攻 需要指出的是 希腊攻防两端经不起考验 上仗领先后不久就被追合 同时全队多达二十次攻门才进账二球 其中一个还是十二马 以这样的状态应对法国显然小巫见大巫 有见即此 希腊式亦不宜过分高估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